你快拉倒吧 还睡花儿的 什么审美 什么什么 要什么花花儿啊 我觉得这件好看 这件好看 觉得这件好看 这件好看 咱颜哥的衣服都是名牌 你知道吗 那再说了 颜哥长得不帅 穿哪件都好看 对吧 是是是 颜哥 没事 开庭了 您就一点都不紧张 紧张什么 没做亏心事 我怕什么会瞧门 对 这头发有点长 好久没理饭了 黄广佳 什么事啊 我明儿要出庭了 我能申请理个饭吗 说来说去都只是被动辩护 你们还能说点别的吗 你们还能说点别的吗 姐 我们都知道你特别着急 但是明天就要开庭了 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 你们先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亲亲 医生 医生 晓鸥 你怎么跑过来了 明天就要开庭了 给你打电话有没有接 就想过来看看 吃点东西吧 你别麻烦了 我没胃口 你这几天茶饭不思 休息也不好 明天上庭了 不把严谨看到心疼了 你不是说过严谨天生命单吗 人家每次都能化险为宜 这次也一定能扛过去 不一样 这次真的不一样 最近发生的事情 都太荒唐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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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在这儿陪你 先把这碗粥喝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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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进行法庭调查 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李远世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理检行诉2019第五十四号 主席 民地 dum God 初十五号 牵人 牵人 来 来 你 人家 我确实与避害人 有过肢体冲突 但我没有杀害他 我亲眼看到他从我家离开 也就是说 你否认杀害了詹宇 是的 你杀了我儿子 你还不承认 宋经 我儿子才二十二十 我为什么 为什么 宋经 你怎么杀了 宋经 请被告人坐下 下面由公诉人 向被告人进行询问 庭审时 公诉人提问会要求你 只回答是或者不是 即便有些问题过于片面刻薄 你也不能做过多解释 因为过多的解释 在审判长看来 是狡辩和逃避问题 如果公诉人 一再地给我挖钢 我总不能连爱一抹黑 往里跳吧 案子已经到了庭审阶段 你要充分相信自己的律师 相信我 有能力扭转 所有不利于你的局面 被告人严谨 接下来我会向你 核实一些问题 你只需要简单地回答 是或者不是 不需要做额外的解释 明白了吗 明白 那我们开始 第一个问题 你跟四水流年咖啡店老板 纪晓鸥是什么关系 朋友 你有追求过她吗 有 你们是正式的男女朋友关系吗 不是 你认为 死者跟纪晓鸥是什么关系 姐弟关系 那你是不是警告过死者 让她远离纪晓鸥 甚至用侮辱性的话语 提醒死者 纪晓鸥绝对不可能喜欢她 是 审判长 我没有问题了 下面由辩方律师开始询问 你是先认识的死者 还是先认识的纪晓鸥 所谓的认识 像差不到一天 但遇到纪晓鸥在先 你对纪晓鸥是一见钟情吗 算是 那纪晓鸥对你呢 最开始 她并不太喜欢我 对我有很多误解 但后来我用我的真诚感动了她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在一起 因为当时我作为警方卧底 调查103贩毒案 为了不让纪晓鸥受到牵连 我是故意约了一趟 你认为死者喜欢纪晓鸥吗 喜欢 纪晓鸥喜欢死者吗 必然不喜欢 她把死者当成弟弟 那你警告死者远离纪晓鸥 是因为你知道她的毒贩身份 不想让纪晓鸥被她欺骗 是吗 你说话 我儿子不可能犯奴 我儿子不可能犯奴 不可能 不可能 为什么 不可能 不可能 是的 你曾经是鸡毒警 破获过很多大安药案 你是不是特别憎恨这些毒贩 是 你亲眼见过 KK在酒吧街卖毒品 是吗 是 你对死者贩毒行为 非常地憎恨是吗 是 你在对死者非常憎恨的情况下 还需帮助死者的母亲 是吗 湛羽她犯都有错 但她母亲没有错 你帮助死者母亲根本的原因 是因为你想让季晓鸥喜欢你 是吧 这是被告人严谨 在卧底身份未被证实之前 接受警方审讯的证词 上面清楚地写着 她是为了追求季晓鸥 才去死者家中送电视机 以及帮助死者母亲的 苏姬 辩护律师 对此有没有意义 没有 你们现在练习证人季晓鸥 她的电话现在无人接听 她应该是有什么事 肯定会来的 再等等 一会儿你们这要上庭了 如果能联系上的话 麻烦催一下 好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关锡 这是没人接的 要是 你也听说 我需要 那个这个 基本上的十三年 找你 你要去找她 你有可以 是不是 责任 这个 你再去找人 你再去找她 五千里 然后他通过 如果你没有帮助死者 死者有没有可能在当时 就存在生命危险 有可能 因为他当时已经被打的那出血 外伤也很严重 如果没能及时送医的话 他很可能会死 这是死者被殴打当天 在医院做的医检报告 这份报告可以证明 死者当时受伤严重 的确存在生命危险 居然你痛恨死者背叛了你 那么你为什么又要救他 在医需要接受的是法律的制裁 在法律没有制裁他以前 我作为警方的卧底 有责任也有义务解救他 死者曾经出卖过你 导致你的发小好兄弟 程铃敏重伤昏迷 你也因此在某西餐厅 殴打过死者 并恐吓 绝对不会放过他 是吗 是 但我并不是真的要杀他 那就是一个气话 请播放一下录像 为什么打我儿子 你为什么打我儿子 我都赶紧拼了 你为什么打我儿子 我都赶紧拼了 你为什么 为什么打我儿子 我都赶紧拼了 你为什么打我儿子 我都赶紧拼了 为什么打我儿子 我都赶紧拼了 苏金 如果死者家属 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罚警官把你代理法庭 被告人严谨 录像中的人是你跟死者吗 是 案发当晚在你家里 你就是像录像中那样 对死者进行殴打 是吗 反对 反对公诉人 对案发当晚的场景 进行主观异想 沈班长 我只是想更明确地呈现 案发当晚的情景 面方反对无效 被告人严谨 请回答我的问题 是 是 跨年夜当晚 死者是活着离开你家的吗 是 你的打火机 是死者临走前拿走的是吗 是 对于意义重大的打火机 你为什么要让死者拿走 我当时摄犯独眼 湛羽为了阻止我稀毒 拿走个打火机 而我的毒眼突然加重 根本没有力气 再和湛羽争动 为了不再伤害湛羽 就把他哄出了我家 再加上 还有两天就要交夜了 我把我所有的经历 都放在入口破碍上 就没有为了拿回大火机 再去找 电梯监控拍到你曾经出现 当时你又为什么要出去 我在家里扛过一段毒眼以后 醒了过来 我看到地板上一片狼藉 说实话 我还是有点担心湛羽 所以出去看了他一眼 当时你有再见到死者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没有下楼 去找死者 我虽然担心湛羽会出事 但当时我也在气头上 我想了一想 就没有下楼回到家里面 你说死者当晚离开了你的家 但监控却没有拍到 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因为死者根本就没有坐电梯 而是被埋伏在我家安全通道内的人 杀害了 那个人才是真凶 搜索 我猜测 那个真凶本来是要杀我 湛羽的突然出现 破坏了他的整个计划 才不幸遇难 至于死者为什么会出现在 我家的安全通道 又是如何被杀 并运出小区的 我也想不通 请说出你的怀疑对象 刘伟 最后一个问题 你是什么时候得知被害人湛羽遇难的 一月十号 从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赵廷辉那得知呢 审判长 我的问题完了 前五张是警方在你家里 和你的衣服上 发现的被害人血迹 最后一张 是被害人手指甲放里的皮屑组织 经鉴定与你的DNA相符 对此你有什么意义 没有 当晚是你先动的手吗 是 死者有没有向你还过手 没有 死者在你家里 受伤倒地后 有没有出现过短暂的昏迷 或者意识不清晰的情况 没有 你衣服上的血迹是怎么留下的 在雨受伤以后 才过来抱着我 阻止我吸毒 血就是那个时候的刺激 你确定是这样吗 这些血迹 难道不是你背着死者 离开你家的时候 蹭到你衣服上的 反对 反对公诉人进行没有证据的猜测 反对有效 被告人可以不做回答 在一月三日 贩毒集团交易之前 除承睿敏外 只有死者知道你的卧底身份 是吧 是 死者当晚的出现 你有没有担心过 他会再一次搞砸你的卧底行动 有 那你有提醒过他吗 没有 你没有警告死者 是不是因为 当时你已经杀掉了他 我都跟你说了 我没有杀他 死者离开后 你都坐着上 我在家里面撑过毒严 我就睡了 有谁可以替你证明 没有人能证明 你对你小区的监控盲区是否清楚 清楚 好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武警特战队格斗训练第一课 就是解剖学 你们要对人体非常地熟悉 方能准确无误地给对方以相应的打击 你作为退役武警特战队员 是否有能力 对尸体进行肢解 反对 反对公诉人进行诱导性提问 反对无效 请被告人如实回答 是 下面进入举证制证环境 请公诉人和辩护人 分别对证人进行询问 你和被告是什么关系 发小 战友 兄弟 发展死者为警方现任 是你的主意 还是我当事人的主意 最初是严谨的主意 但战友一开始 也没有真心要跟警方合作 我也曾试图放弃过他 但严谨还是坚持要我给他机会 在严谨担任卧底期间 是否对季晓鸥和湛羽之间 过于亲密的交往 产生过吃醋行为 行为上没有 心理上有 在严谨无法接近季晓鸥的那段时间里 她是嫉妒湛羽 但她不会因为感情受挫而伤害他人 你是否看到被害人 走出过嫌疑人的家门 没有 那天晚上 你一共出了几次门 两次 第一次我去敲他的门 警告他们小点声 但我敲了半天门也没人理我 第二次我上去的时候 看见他站在电梯口 然后我就走过去发两句牢骚 当时被告人是什么状态 沈志是否清醒 他当时身上的酒气很重 有点站不稳 身子呢又一阵一阵地抽搐 看上去很不正常 我就说了他两句 你大过节在家打人找民 我们家欠是怎么着 我跟你说我给你投诉 你你知道吗 去去去 快快 投诉 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审判长 我没有问题了 审判长 我也没有问题 当天你是否听清楚 被告人严谨说过要杀掉被害人 听清楚了 他怎么说的 他当时就很生气地说 老子今天弄死你了 当天被告人严谨和被害人 湛羽之间的对话 你是否全部听清楚了 包括餐厅外的 那都没有 我当时还得处理现场 那段餐厅里的打架视频 是不是你发布到网上去的 这 这个不是我 我怎么能随便放到网上呢 被告人严谨 是否帮助过你们母子 出于什么原因 他确实帮过我们 当初我还特别感谢他和季晓鸥 现在我才知道 他这么做 就是为了讨好季晓鸥 把他追到手 那一次做手术的医药费 湛羽是怎么跟你解释的 他是跟朋友借的 严谨来过你家几次 两次 有一晚 你因为病情发生突发情况 是严谨和季晓鸥 将你送到了医院 请问那个时候 您的儿子湛羽在哪里 我儿子在学校有事 他平时都是在家陪我的 既然你和湛羽 一直生活在一起 但你却不知道 他确凿的毒贩身份 你又是为何 对只见过两面 并且一直在帮助你的 我当事人严谨 产生如此负面的印象 我想再次提醒审判长 证人的证词 存在不可信的 主观判断因素 我儿子不是毒贩 我儿子不是毒贩 我儿子没有犯独 没有犯独 你们要找出真相 你们要公平公交 我儿子能不能毒贩 不离毒贩 不离毒贩 不离 审判长 我们有问题了 请问赵警官 你和季晓鸥是什么关系 犯罪 此问题与本案无关 审判长 我的问题很重要 辩护人继续 她是我前女友 你和季晓鸥分手多久 两年多了 据我所知 赵警官目前还没有女友 是不是因为 心里还放不下季晓鸥 因此对被告人严谨 有一定的主观情绪 辩护人 请不要问 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请问到开庭为止 分尸工具和分尸现场 是否找到 目前还没有 请出示照片 第一张照片 是我的当事人严谨 被电梯内的摄像头拍到的画面 他曾经在电梯口停留 但未上电梯 第二张照片 是凶手推着 装有湛羽尸体的垃圾箱 走出小区的画面 请问赵警官 我说得对吗 没错 经过警方调查 真正杀害湛羽的凶手 是不是这个 穿清洁工衣服的人 是 警方判断严谨就是这个清洁工 是通过他们的体貌特征吗 是的 也就是说 除了体貌特征外 警方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来证明我的当事人严谨 就是这个假扮清洁工的人 是的 谢谢 审判长 我暂时没有问题了 请证人退席 警生到底要什么事 我心里漫漫 别急 别急 还没完呢 等等 别急啊 我离开 网宣告 哈 你怎么办 没事 那就是 你打算好 你打算了 你打算不打算 你打算了 在这里 说 我把提供物品 你说 那边 我认识这个 我认识你的 你疼我 也许我 这根据物品 这里是否 这根据物品 请帮我交给辩护律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审判长 审判员 刚才警方点名了 我当事人假扮清洁工 将被害人尸体从家中运出 按照警方的说法 第一张照片严谨出现在电梯口 可以看作是他运尸的起点 时间显示为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十二点二十五分 到达第二张照片所在地的时间 为二十二点四十分 期间的时差是十五分钟 也就是说 在这十五分钟内 我的当事人需要从居住的八楼下到地库 沿着地库忙去的路线走 然后再来到清洁工出现的位置 对此 我们有很大的疑问 大家不要忘记 我的当事人当时有毒瘾在身 并且当晚没有吸食过毒品 在体力和意志力都很薄弱的情况下 他能否在这短短的十五分钟内 从居住的八楼 来到清洁工被拍摄到的位置 对此 我们特意做了一个实验 准备好了吗 三二一开始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找了一个身形和体能 都跟严谨相似的人 来协助我们做实验 也就是画面中的男士 冯卫星 冯卫星背着湛羽同等体重的沙带 从八楼走到负一层 总共需要四分十三秒 到达地库后 冯卫星将沙带装进垃圾桶 换上清洁工的衣服和鞋子 需要三分二十秒 然后 他推着垃圾桶 按照地库探头盲区路线走 直到出口前 需要九分三十九秒 从地面出口 再走到清洁工被拍摄到的路灯位置 又花费了六十秒 怎么样 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真实有效性 我们一共进行了五次条件相同的试验 算取了平均值 那我们再来一遍 再来 最后 所有时间数据相加得出的结果为 十八分零二秒 比警方给出的时间 慢了将近三分钟 也许有人认为 这三分钟并不足以说明什么 但我想说的是 这位测试者也曾经做过急毒警 受过专业的训练 而且他本人长年坚持跑步 在体能和敏捷度上都远远强于严谨 他只会比严谨更快 如果连他都达不到视频中的速度 那么被毒瘾缠身的严谨就更不可能 所以这个试验就充分证明了严谨不是当晚的那个清洁工 也就证明他根本就不是杀害湛羽的凶手 凶手一定另有敌人 审判长 新证据提交完毕 相比于公诉方提供的主官人证 我相信这份物证可以更好地为我的当事人证明清白 证人季晓鸥已经到庭 公诉人辩护人 你们对证人有什么问题要问 审判长 我没有问题了 证人季晓鸥 请问你和死者湛羽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咖啡馆的员工 我们一直情同姐弟 那请问 你和被害人湛羽 以及我的当事人严谨之间 是否存在三角关系 从不存在 严谨和湛羽从来就不是情敌关系 在我和湛羽最后一次见面中 他曾亲口告诉我严谨是好人 让我不要误会他 而他也会做一个让我觉得骄傲的弟弟 在我的理解里 湛羽已经做好了 要严谨配合 甚至自首的准备 至于我和严谨 我们从来都没有正式地确立过恋爱关系 但是我从始至终爱的人都是他 只有我知道 在这个过程中 他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委屈 他曾经是多么努力地想要救湛羽 我相信他是清白的 也相信法律一定会给予他最公平公正的判决 是 宣定齐之 是 对于辩护方提供的最新视听资料证据 本院将进一步调查核实 择期宣判 根据辩护方提供的视听资料证据 本院找到了一名现役武警特主兵 进行了反复多次的试验 结论一致 本院予以采纳 先判决如相 被告人严谨 谋杀分尸占语一案